我们在做传承规划的时候 常常要考虑的问题 到底赠予好还是遗产好 到底我们怎么解决遗产验证的问题 怎么解决遗产税的问题 还有呢 我们配偶会不会再娶再嫁的问题呢 我们如何保护子女 如果让她不受到婚姻或被告的风险呢 我们如何按照自己的心意 可以做到负八代负十代呢 我如何做到最好的慈善捐赠呢 如果大家对传承规划有兴趣的话 对信托这些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范语的现场讲座